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天有材志公盛 Hello 材志 一會兒我們轉換 我也想用Data Lander 意思是因為看到虛弊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Bitcoin跌了去3萬附近 有沒有機會穿3萬 最重要的是普通散戶 其實我是普通散戶 劇高偉也有誇張 究竟如何操作呢 留在節目之後 最後10分鐘左右 交給刀仔可以多講 宏觀大市 次來來說跌422點 大市成交過千億 回來後 北水不是沒有買東西的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買了3690美團 買得最多 其他都流出得多 700 北水又流出 還有1024快手都要跌 還有1211比亞帝 逐點逐點說 宏觀的大市走向 先由美股那裡開始講起 刀仔交給你 因為看到我們放假 又沒有親節又等等 然後納紙和交中市不斷跌 交給刀仔幫我們分析一下 究竟環球股市發生什麼事 好嗎 麻煩刀仔 先說美股 美股昨天就精彩了 昨天跌穿了 跌穿了位 美股跌的都是那些原因 都是收水加息 然後整個不明朗因素 籠罩住 通脹 然後有港濟帳 都是那些東西 跌下來之後再找消息去補充 但是你說的趨勢一定是差一些 那前幾天 上個星期一直都說 就是要小心 就算美股反彈了 那我自己都是偏向繼續保守的 那都是那句 如果他真的反彈 或者之後反彈 那我自己都是要留意著波幅 那波幅呢 就不可以好像這些這樣 坐來這麼大上大落的 這些這麼大上大落的美股市況呢 我自己就覺得是還沒調整完的 那去到上星期四 五月五號啦 美股就是彈完三個percent 那不太順 繼續都是保留那個實力 拿回多些cash 那去到五月五號呢 那就很厲害了 那就在這個系統上面呢 就出現了這個 疫情以來最差的一次風險訊號 那就去到這個的 橙色線跌到去三十八點二percent 我想都是 都是 都不是的 三月七號都再差一點 但是去到五月六號就更加差了 四十二點四percent 那都真的去到二零二零年六月以來 都算真的幾差的一次的情況 幾差一次情況 那再繼續下去就看到美股出現了兩次訊號 四十五號才能連續出現了一個很差的風險訊號 那昨天就叫做正式跌穿位 其實五月六號都叫做跌穿了位的了 那但是五月九號就真的 你怎樣畫幅圖呢 它都是穿了位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 立子也是 立子也是穿了位 它走勢是非常之差的 那這種差的市況呢 我自己覺得呢 如果你說長線來說呢 中長線來說呢 美股依然是環球的股市 這個投資來說呢 依然是一個首算 我自己覺得長線來說的話 因為始終好公司 大型的科網公司 最好的企業都在美股那裡 那但是如果你說短線 中短線來說呢 我自己看不到它有一個好的跡象 那就是短線來說 我想美股呢 都可能會進一步再繼續下跌 那所以為什麼之前說話 真的要好小心 因為一旦跌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首先我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現底 第二也是那個幅度 是可以很大 的 就是都可以很多的 我們要有一個對象 心理準備的幅度是很大 那照計的量度幅度呢 那如果我們去用這個環行區間 去做個比較 就是二月頭走到下去 最近五月這個環行區間 四千六 下面是四千一 那麼 橫行四千一 是了 下面它更大於五百點 五百點 如果你四千一 減回五百呢 那大概去到三千六 就是如果我以圖輪圖去看呢 是可以的下跌幅度 是還可以還有 你剛剛跌一天 標譜跌一天 跌一百八三十二 那麼跌三百百 都可以這麼震撼的時候 如果跌到三千六 會怎樣呢 那麼當然呢 就算跌到三千六 都不是說明天就到了 就是可能很漫長的 就是可能要跌回 一個多兩個月 那些這樣 那所以穿了位的時候呢 我自己呢 都繼續是保守 保存實力為上 就是叫做多一點現金水分 我自己就不會 去罵 因為其實你計算的標譜 就剛剛跌穿位而已 短線上面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要 真的要很小心 之前一直都提醒 真的要很小心 那麼再說回港股 港股又怎樣看呢 其實港股就 還早跌下來 已經跌穿了 四月尾的低位 然後五月份 那我之前就 上星期就 做了一些叫做 credit cost spread 那就是 其實三月尾 四月尾 都有做的 三月頭 四月頭都有做的 就是 估計這個月的月底 就是低於兩萬一 那做credit cost spread 那現在不止兩萬一 去到一萬九千五 那我四月頭都有做 就是到 四月底就低於兩萬二 兩萬二 那最後低於一個月 那三月頭呢 我又做到這個股市 低於兩萬二千六 那最後最低於去到 那我自己一直都是港股 一直都是 每個月頭呢 我就做好探倉 你說是不是很 叫做很 很進取探倉 不是我是比較 叫做偏保守探倉 每個月頭都做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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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連跌了三個月 那 那 那今個月就繼續都是 繼續都是做 那繼續都是 所謂的五窮 這些真是五窮月 那繼續跌下去的時候 那我估計 就是未來的方向呢 港股是 我自己看的 港股是 無論是 短線 中線 長線 都是真的比較偏差 嗯 因為如果你說長線的話 還可以數 好像美股那樣 雖然它 短線是差一點 但是你拉回長幅圖 美股就算它調整 它都是跌回 可能是 就算三千六位是說的 都是跌回到2020年 年尾那些位 嗯 但是港股是跌穿了四五年低位 那所以兩方面的比較的話呢 其實就 港股是 跌到現在來說 真的是一個 有一點點紅衣 還有就算賺到也很雞辣的 那美股呢 現在就剛剛開始調整 那其實如果拿回多些錢 其實是一個樂觀的情況 因為跌下來就大把便宜買了 那當然就是這個時間 我覺得就要很考耐性 還有要觀察多一點 看看整個下跌廊之中 有沒有一些板塊 是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嗯 那真的要看看 看看有沒有一些 反向操作的產品 可以幫到手 我自己也少少添一點 也有些正倉貨 另外就有些7552 之前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恆生科子 買賣一抽垃圾 有些什麼衣服就 這個反向科子 另外美股就是SQQQ 還有買VIX 波動指數上的 那個叫做VIX 什麼鬼 XVI 對 VIXY 那個就可以看看 我覺得 你看到美股的波動指數 越來越升 其實我覺得都未見頂 還可以再升 有些多誇張 現在開了Data Lauda 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 觀眾朋友 美股那裏可以多說少少 特別是 有些觀眾朋友 長期都想做些淡的 衍生工具 譬如SQQQ 雖然之前好像有些 背景出來 就說 美國證監那裏 都覺得這些 反向產品 一般 或者要看下怎麼搞 還未搞 還未搞 對不對 就操作反向選擇 或者ETF 就有些想法 都想讓你多說少少 關於 美國 你都覺得市場 有機會再下市 或者再差少少 有沒有一些 反向操作 你自己都有做 或者 又講解 你自己這陣子 有些什麼操作 又可以跟 UPTV的觀眾朋友 說回聲 我自己 其實之前 很簡單 我就是短炒 我打算 之前 要看措施 打算 在一些位置 例如 4400這些位置 占一占 如果 一穿4300 我就馬上止蝕 那天 就已經盡數止蝕了 跌下來之後 我之前 很多 在低位 拿上的股份 我都走了 NVIDIA NVIDIA 我都穿190 穿200 190 那些位置 我都全部沽了 那之前 買AAPL 或者是買 納指 買标普 那些全部都沽了 那TESLA短炒 那一處都沽了 那就留一些長倉 現在我整個倉 在美股 只剩下TESLA 那另外 就 亦都想做一些 叫做 一些的 淡倉 就是關於 這些車股的談判 譬如昨天 VIVIAN 在跌16%的時候 就走去沽了一點 那我自己就覺得 整個汽車版法來講 我依然都是 覺得 其他車股都是很差的 昨天TESLA跌9% 但VIVIAN 跌20% 很誇張 跟著 還有它是穿了一些 上市以來 這麼久的一些低位 那好像下面還有很多下跌的空間 那另外 其實我自己也有考慮一下 沽一下小鵬的 嗯 還有其他 譬如說 就是Lucy Lucy 我也想考慮 但昨天真的跌得最厲害的是VIVIAN 那 接下來了 我覺得可以考慮 就是我自己是做一個叫做買TESLA 沽一下車股的操作 你要我去 就叫我沽其他東西的話 我自己 我現在暫時 夠膽去做 就是做一些 market neutral的策略 因為其實 如果你看 就是看回 各個的一些 market sentiment 來講 那譬如說 比較標準的 就是 Fear and Green Index 那昨天就跌到去 22 22的水平 就是Extreme Freer的一個水平 那跌到這個水平 那 那 Extreme Freer的 的 例子 是不是會 會叫做 別人恐慌 我們貪男呢 就不是這樣的 但以來這些水平 其實是很容易 有些反彈出現 有些反彈出現 那 所以 如果反彈的話 我覺得OK 但是這個位置做淡 就看大家 怎樣去做 我覺得分住去做 如果做淡的話 或者是蛋糕去做 我覺得都OK 但是你說 立刻追股 打算追回之前的損失 我覺得就不好 如果是對於一些 倉位仍然在損失的朋友 我自己覺得就 不要打算去追股些什麼 去追回損失 而是看看怎樣可以 保存實力 叫做 就是剛剛說 就是保持多些現金的水平 可能是七成現金 甚至乎八成現金 我覺得這些市況都是很合理 就是拿多一點現金 等機會才出手 如果你說做淡的機會 我自己就 不是說 很見到很寂寞的做淡機會 因為很多都已經跌穿了 但是Market Neutral的策略 其實就一直都在做 剛剛就提到 買Tesla 就沽一下Vivian Lucy 小鵬 這樣 然後 在港股 我經常都看 買3328 就沽3968 就是招商 招商已經跌到42.6 然後之前有買中鐵 沽1157 1157都跌到42.7 那都是Market Neutral的策略 我自己的倉位 真的要控制現金水平 就算真的追沽也好 我現在都是很合理的 去做淡倉 但是我覺得駐馬相應上 要控制好 紅市不同牛市 紅市一日都可能是 走牛市一星期的波幅 那你牛市用同樣的駐馬去做的時候 紅市用同樣的駐馬的話 紅市的波動性是大很多的 就算看錯是輸多牛市幾倍 看對也贏多牛市幾倍 所以我自己會 這些紅市的節奏 我自己都會盡量去用一些小駐去做 還有用Market Neutral的策略去做 或者像刀仔說 你說小駐 我再簡單一點 用小駐 你看看是否以小駁大 有些大逆轉 你說做沽的做淡的 我都很認同 刀仔這樣說 其實個別股份 都跌得很離譜 我剛才說了車股 刀仔就說想沽一隻小鵬 如果你之前肯開潑 或者肯買些紅仔 關於兩全三 長城 其實都吃虎吃不少 因為你跌到都破了位 難道一隻車股會剩下五元嗎 那你也不相信是這樣 對不對 175就沒有跌那麼多 1211給阿迪也跌6.8% 不過都沒有跌那麼多 今天創過越低的 203元的位置 有些支持 因為基本上是否長沙 那些廠那裏有些毒氣 不知道有些小孩子又流鼻血 整件事都是朴朔迷來的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他又不出來澄清又不出來說 跌就跌了先 究竟是否會影響車企要停工停廠呢 還是生化武器 還是隱藏呢 沒有人知道 那你又不說 你不說 乾跌就很搞笑 那我問一下刀仔 看淡車股 剛才你也說了 除了Tesla之外 其他都很貴 或者技術含量差一點 那你剛才都說 沽一隻小鵬 原因在哪裏呢 我自己一向都是沽一隻小鵬 因為也不是現在才說 前幾個月都去分享 就是加入了鉗子 加入了科子 加入了科子之後 就表現 由科子誕生以來 所有加入科子的股份 全方覆没 就是沒有一隻 加入科子之後 可以捱得住 沒有跌下來 那小鵬就3月7日加入科子 那時候113元 那我做了一些叫做 就是一個月之後 估去就會低過133元 那現在就80幾元 81.4元 那我做淡它 和我自己一向都是看淡 Tesla以外的電車股 那如果你看回 我沒見過街上的小鵬 我連小鵬是怎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就我自己一直都是 那個策略 我只是看好Tesla 看淡其他車股 那其實我都是走回同一個策略 都是一個market neutral的策略 那就是買Tesla 我自己有Tesla 首先我有Tesla 那就是有Tesla的股份 那所以我就做淡其他的 就是我又 如果要我去做 叫做做倉這樣 那我Tesla 如果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你看回Tesla的幅圖的話 那為什麼我會做這個 我不是直接去減少Tesla 那首先我之前 上 我現在的成本價是負數的 首先Tesla 那個是負三百多元的 那 而我短炒了 只虧了之後 那 那我也都不需要 我覺得 暫時來說 我已經沽到只有Tesla 已經沒什麼貨 現金水平也很足夠 七成多 那你要我再減倉的時候 那都沒什麼好減了 那要我去追溜的時候 我又很困難 因為我之前是叫做錯失了線 你現在要我再去沽一些東西的話 我自己覺得很困難 那我唯有就是做一些 market neutral 那我要是就減次Tesla 那減次Tesla 要是我就去 那我又想 與其減次Tesla 不如我做回 market neutral策略 那就找回其他電車股去沽了 那你說電車股其實為什麼沽小鵬 其實我覺得沽什麼都可以 就是你只要不是Tesla 甚至乎你沽一隻Ford都可以 我覺得 你沽一隻Tm都可以 我現在是 就是我自己一直都是 那個觀點我一直都是看 Tesla以外的電動車股 那比亞迪我就唯一一隻覺得 我覺得就未必要沽到比亞迪的 因為比亞迪的 你算是相對上面比較強勢的 那所以你說車股 你說為什麼小鵬 那我其實 其實我就不只是小鵬 就是我自己就Vivian 那Vivian我覺得可以沽 那這個Lucy我也覺得可以沽 那但是我覺得分著組 就是慢慢去沽回組合 那可能Lucy最後都會沽 小鵬也是會沽 理想也是會沽 蔚來也是會沽 但是就不是說馬上就沽了他們 就是可能在分著慢慢去做 因為他們波幅都很大 而且都不會一比一的 那可能因為他們的波幅 比起Tesla是大很多的 就是如果反彈的話 一天都可以沽十幾% 那所以就慢慢去做 我也不心急 而且就算真的做不到 即是沒有位 可能譬如說一些技術位 譬如Lucy最好就 就單獨去十七個幾十八元才做 那那些位會是叫做 有些技術位 上面有些阻力位 那些位有些可以搜 還有可能一沽它就馬上跌下來 那Vivian就很難猜 Vivian跌太多了 那都不知道怎麼估計 都不知道底子在哪 你現在去到這裡好像越跌越有 找不到壓力區去沽 要不就即沽 然後用25.8元那些位置做個分稅嶺 那我也不知道 要不就即沽 沽到它沒有底 因為其實市值還是有 即是還有14億市值 即港幣 那美金就是200億 那其實它跌到會剩下100億美金 都沒有問題 即是再跌一半 跌到只剩下11元 12元其實都沒有問題 很正常 因為這些波幅這麼大的公司 它跌一半腰斬一半 都沒有問題 而且車股都算是遲起步跌那些 算是遲起步 你說真正早起步跌那些 就是ARKK系列 ARKK那些 全部都很早就已經開始跌 譬如Docn Digital Ocean Digital Ocean 就是上年11月開始跌 然後 整個倉拿出來 根本上是沒有東西 只有Tesla 告訴你 它整個倉 它有的倉全部都要輸 那些SLAB 什麼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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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O.G. 是啊 那些全部都 輸得很離譜 連NBA那隻也有 那隻DraftKing也有 輸了40% 單單是那隻 所以你看回 它的倉真是 真是幾難搞 對 剛剛說的那些 DraftKing DraftKing 48億美金 有多少 DraftKing DKNG 我覺得這些是 10元 這些是大長沽 大長跌 大長跌的了 那這隻還要再早些 開始跌 2021年3月 中後尾 那些位置就開始 已經跌下來 跌到現在 就是這些叫做早跌 早跌那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難 估 就是它這麼早跌下來 它隨便有什麼好消息 你真的不要看它好像 如果是這麼簡單 你剛剛每個人走去 就是看到這些走去 每個人都贏 對不對 那問題就是你看到它 反彈起來 它都可以很大力一下 就是可能彈兩三成 是兩三成 然後它才再跌 那兩三成怎麼捱呢 對不對 特別是 可能已經手頭上 本身已經是 不是特別多 贏錢的股份 或者不是有很多利潤 那你無端端追股 然後又捱兩三成 那就刮兩巴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這些市況 我自己就盡量是 少做少錯的 少做少錯 明白 等等有機會 那如果你說有機會的 那剛剛就分享了一些 就是你看到有些 market neutral的策略 那近來是全贏的 market neutral策略 那是全贏的 但是如果你下跌那些 其實最近的波幅來說 都幾難捱的 就是你可能早沽了 或者遲沽了 或者上星期 可能4月 4月 5月 5月2號 那你跌穿了 然後走去沽 然後它就夾回你 兩三天 還夾得很高 然後才跌下來 那追沽和追買 其實最近來說 都是很嚴重 如果做得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可能追買 看到很大的反彈 5月4號 一晚又去 棒棒棒棒 那馬上跌到什麼 不如如果今晚 就是追沽 它一下夾回 四千點以上 四千一這樣 那又站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算好 那我自己 就盡量都是避免 因為現在波幅夠大 我覺得那些東西 不用說去追 反而是掛起 讓它起 因為波幅夠大 就算它真的跌下去 它跌之前 都很喜歡咬一下腰 然後升上來 然後蹲中一些位 然後才跌下去 那它跌得多的時候 可能跌到三千八 然後它又會大幅反彈 那我覺得這些市況 其實做好做淡倉呢 只要夠快 和看得夠緊 我覺得好倉淡倉 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但是就 如果不是這麼貼屎的朋友仔 這些市況 反而是多做多錯 是因為不貼市的 可能一 突然一睡醒 很恐慌 升那麼多 一跌了那麼多的時候 就去止洩 反而就 可能 譬如昨晚 昨晚美股跌了很多 一早就很恐慌 但是現在美企都開始反彈 那 那就很灰藝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市況來說 如果是想做好倉 可以掛低一點 想做淡倉 都不會馬上做 可能掛高一點才做 我覺得這樣就會比較快 嗯 等我和刀仔喝一口水 觀眾朋友的問題都多 有很多隻股份 譬如 星期五出業的 217 淡仔 觀眾朋友問 110 之前11個2 買了貨 更加多問一下 Bitcoin 怎樣去操作呢 有沒有機會V型反彈呢 不如這樣 等我和刀仔喝一口水 稍後回來 財智空姓 還有陳都仔在這裡 解答一下散戶的股票問題 我們先看一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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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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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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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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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次過都想說一下虛幣市場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嗎?謝謝 我想加息之後 資金持續都會避開一些 留回資源股或商品 不會像之前那樣 要想回比特幣是09年之後的產物 09年之後是出名QE 現在突然抽走一個很大的利好因素 所以我前幾個月一直都說 其實比特幣或者蜜蜜 我自己覺得是未調整完的 一直都覺得是未調整完的 我也希望它未調整完 因為我自己就想有些低位再加些貨 比特幣或者其他 如果你覺得最近四萬多跌到三萬 你覺得好像很多 但是我覺得你看回Focal 一旦是三萬 如果你看回好像比特幣 跟比特幣有相關性的股份 比如顛覆性創新的AROK系列 那些是腰斬再腰斬再腰斬再腰斬 比特幣其實成績都好像沒有盈利 還有一個很顛覆性創新的東西 你看看它六萬多元都是跌到三萬元 我等到頸都長了 它還是三萬元 怎麼買 三萬多元 你這樣跟我說已經是調整夠了 那你三萬元就反彈了 不是吧 那我只能夠說不是吧 那你不再跌多一點 那我就不太怕比特幣會跌多少 老實說 這個調整幅度在過去那麼多次的熊市 如果當成熊市的問題 過去那麼多次的熊市 都真的跌得很少 那我覺得還沒跌完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它應該調整應該還沒完 那以討論圖去看的話 之前也度過的 大概度過一些 它選了應該是兩萬六左右 就是兩萬六 兩萬四那些位置 這些位置就比較合理 那當然也不是真的很便宜 我自己喜歡用量度 我覺得可以看下一些的數據 那譬如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mvr 那些數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乎這個數字 跌穿零 跌穿一的話 那過去幾次比特幣都是見底的 就是過去幾次的樓市調整 都是見底的 那但是這些數據就要付錢買的 那大家就自己去搜尋一下 我們也不跟其他公司買廣告 但是現在就有段時間都還沒去到跌穿一 我也等了很久 上一次跌穿一 就是已經去到2020年這段時間了 這段時間了 好像是 好像2020年8月那樣 那時候一萬元 那它的數字是跌穿一 但是它就不是那個 那怎麼說呢 就是它自己的標滴物會升 所以可能這次去到兩萬元 兩萬元 兩萬元它會跌穿一 那我自己一直都在等一些比較便宜的信號 那你說是不是很恐慌 比特幣真的跌得少 LUNA就真的恐慌 我也恐慌 不知道怎麼辦 它那個Stablecoin USD搞不定 跌穿了 那看看之後怎樣 現在突然這樣坐下來 都沒辦法 我都整手蟹貨 那幸好就叫做 是分散去買這些小幣 不算買得太多 就是主力我都是買一隻 我都放一隻在比特幣上 那但是這些小幣就沒辦法 它第一隻的Decentralized的Stablecoin 其實這個概念是很直播的 那但是現在你整個市場 是這麼懶惰 這麼恐慌的時候 那Stablecoin它都不Stable的時候 那這些就沒辦法要捱的 那但是起碼我想其他的 其他的Stablecoin可能更慘 其他的Second 或者Third Tier的coin token 可能更慘一點 那我覺得 不過我也很慘 Luna也很慘 是 那我覺得整個Critical market 就 我暫時來看 我不覺得說一個很恐怖 就是很reasonable 暫時性 甚至乎說Bitcoin真的跌得很少 其實你這次 你三萬八跌下去 就是跌得很少 我覺得比美股更少 就是對這個調整來說 那也都可以側面這樣看 就是反映到幾個實力 即是Bitcoin在這個Critical market上 幾個實力 但我覺得調整完美 應該是美元 應該會再跌得深一點 是 那些觀眾就有些慘 就是拿Bitcoin都不算最慘 即是你新鮮 我也有Bitcoin 還有這個 Bitcoin ETF 那些都輸的 即是那兩隻 無論是美國那隻 以至加拿大製出的那隻 都那個 那個跌幅都幾有的 即是量度回跌幅 不過我高位的時候 即是早前的浪 去到四萬多元 我又吃那些 就沒有那麼傷 不過 有些觀眾就傷 拿隻Coinbase 這樣 137元 沒有止蝕 現在怎樣搞呢 再溝還是留給孫仔好呢 即是說Coinbase 就有少少 少少難搞的 即是我覺得Coinbase 還有Crypto.com 就用太多錢 在一些無謂的賣廣告那裏 即是我們看一場NBA 不是Coinbase贊助 就是Crypto.com 那個球場 又說買了一個球場 等等 那些這樣的朋友 那 這些就是少少基本面 或者花邊 那 意圖論途 137元的Coinbase 怎樣操作好呢 刀仔 我自己就不懂操作 可以做淡 但做淡的話 跌了這麼多 上面那個阻力位 要去到110 那我一直都是 不太好Coinbase 我之前一直都不會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Cathine會 會太多買 即是鎖 我覺得順 如果是順 Blockchain技術 很簡單 就是買Bitcoin 是 如果是順這個Blockchain技術 而這些的交易 其實它是 還是centralized的 一些金融機構 那本身Crypto 或者Blockchain 就是在說 這個去中心化 那你去投資 這些中心化的交易 其實本身跟理念 都是不符合的 都是倒退了 跟本身的理念 那二例 第二件事 就更加重要 更加致命 就是其實它是 不是第一 不是一哥 就是Coinbase Binance 就是一哥 那如果我是真的 是要去買交易 為什麼我不買Binance 又是去買二哥 當然Binance沒有上市 但是Binance 有Token 有BXC 是不是 不是 BNB 就是BNB 是不是 那都升得不錯 那為什麼我不買 Binance的Coin 是吧 那它交易都很高 跟Binance本身的 那些Community 而走勢也都是 雖然都是跌 但是都起碼 跑贏一隻Coin 是不是 起碼跑贏一隻Coin 就是Coinbase 那我自己就 這兩大因素 我一直都不看好 就是Coinbase 那所以跌到這些位 我自己覺得 就 比起是我 我自己很恨心 我自己就 就之前 就算之前指洩也好 我都是看完整個倉 有哪隻輸率最多 我就先沽 沽一半也好 沽一半 如果不捨得就沽一半 如果不捨得就沽一半 而且 通常都是跌穿低位 或者是反彈 省一些阻力位去做淡 我自己之前都做過一段片 去分享一下自己 怎樣做指洩 那我想 我想 如果是真的高位有課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一下 分住沽 分住沽 就算一沽它反彈也好 起碼你做一半貨 但如果再跌下去 你起碼會輸少些 我想分住沽是一個挺好的做法 嗯 轉個角度說回本地股 觀眾朋友有些都蟹蟹地 沒有辦法 今天市場都一般 不過 現在真的沒有跌那麼多 跌370點左右 你說 叫做 美股那邊 上去 幫補一下 說真的 一開節目都說 刀仔都說 來來去都幾尾發酵 又不是俄虎戰爭 又是大陸疫情 接著就是美聯儲家式 來來去都幾尾 有時候都夾一夾下去 看看大家的信心夠不夠 又或者 如果你能夠止蝕 究竟止蝕多少 好 轉我角度 先回答一下 1810小米集團 11個2有課 觀眾朋友 那怎麼辦呢 小米都愈跌愈有 10.84 小米要跌愈有 看一下 1810 對 小米比較差 那隻 還有跌穿的位置 反彈特別差 小米一直低 但之前看我是 可能20元的時候 跌到15元 13元 現在都 10個多 反彈又不會選他 反彈為什麼我不選尾斷 尾斷是好很多 你說做淡 我覺得是可以的 做淡 都是小柱 小柱 你做淡的話 小柱薄一薄 再穿下去 我覺得都可以的 如果做淡 都是小柱 我想小米的確是 做淡瘡的首選 尾斷的話 我覺得做好瘡的首選 其實這兩隻 挺有趣 我覺得可以做好瘡 選尾斷 做淡瘡 選小米 都不錯 這個走勢 這個策略 轉個角度說一下 2217 探製國際 三天之後出業績 連續跌了兩個交易日 計算今天跌接近4% 會不會是業績之前 已經反映了一些利好 因為見到股價 其實由3月中2.1 一直升得很帥 到4月初 你會怎樣分析呢 就是2217 探製國際 2217 其實今天 今天早上 跌穿了 我之前認識的紫舌 我自己就沽了一半 2.7個位 反彈到2.1 我就紫舌了一半 第二 最終極的紫舌位 是2.1 還有看過三個參與度 三個參與度沒有升 我覺得還可以 還有看時間 可能10月 10月他都不開炒 沒有炒上去 我都走了 之前都是2.8幾 然後2.9 3元都有些貨 跌穿2.7 就沒辦法了 這些要嚴守自洩 那時候也說過 我是純炒的 如果他達不到 他隨便觸發 一件事就是 跌穿2.7 跌穿2.1 或者三個參與度上升 或者半年之後都不炒 那我都會走 既然他跌穿了2.7 其實整個整個 整個四、五月份 他都跌得算是很少 但他畢竟都是跌穿了 跌穿了 我覺得就要止虧了 就要止虧了一半 留一半貨 看看他是不是 如期地可以炒上去 如果沒有的話 看看他會不會再跌穿2.1 或者三個參與度上升 或者半年內他都不炒 那就再作定論 刀仔再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的問題都幾多 先看看9.16 農園電力 15.5元有貨 如何處理好呢 今天破了位 創月低13.74元 幸好有些資金托回 托回1元上去 不過 這個圖表形態都幾噁心 9.16 你會怎樣看 9.16我就很差了 農園電力這樣跌穿了位 如果你以圖論 他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這隻 都可以想想做淡 但是他指示位放哪裏呢 指示位可能放15.2 放15.2 然後他跌穿了整個環行區間 如果跌穿了14.6 那麼他還行區間高位 15 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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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14.6 那麼4 4.6 那麼 減14.6 那麼 就是10元 那麼 都幾直撥 就是如果是指示位放15.2 是 然後向下就可以走到這麼多 但是唯有一個問題 就是 散會參與度不是很高 就是散會參與度不是很高 那所以 之前我做過一次淡倉 就是都是很類似的 跌穿萬區間 就是沽的招行 3.6 那當時呢 其實這隻招行呢 就是 又是好像這樣 一來招行的時候 還行了比較久 跟著 然後他跌穿一次 然後再有個後抽 然後再壞消息跌穿 那我都是這些位置去追沽他的 51.7 那些這些位置追沽的 那當時其實見到散會參與度 是算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跟著後式跌下來 這一下呢 散會參與度是破了頂位的 破了頂位的 那所以我就會有多少少信心去沽他 那而這一日 4月14號 那這些時間都是散戶買得比較多 這段時間散戶買得比較多 那所以我自己這些時間呢 我會有多少信心 它都符合了 首先它跌穿環區間 跟著跌穿一次有個後抽 跟著散會參與度比較高 然後 它又有個指示位很近 指示位就是 最重要的指示位就是 4月19號指示位是 54.45 那麼近的指示位 我50億.7去沽 那我升3元 那就是指示 這些是比較 很輕鬆的 這些 但是 916 相對雙面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就不是最好選擇 今天不可以倒升 今天倒升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做坦 如果今天是這些位置收的 我想14.6 沽一沽 然後用回 指示位是有的 指示可能是15.2 但是留意著它 三個參與度真的不太高 還行時間也足夠的 上年10月也足夠的 但是又沒有三九六八 那時候 那麼長 那些還行時間 還有它是不是最差 是不是算是比較差那隻 那又要看整個版塊上來說 它是不是最差那隻 我覺得都可以的 就是做淡它 但是就 要再看看是不是首選 是不是有其他 譬如 一七九八 一七九八好像漂亮一點 沽一七九八 那一七九八也是還行 而且一浪比一浪低 三個參與度又比較高 我想一七沽一七九八會比較好 而且它今天地點特別多 我可能如果給我選 我會沽一七九八 一七九九先看看 一七九九 沒有跌穿位 一七九九 似乎沽一七九九 硬正一點 就是我沒有看這個版塊 但是新的能源體圖又好像硬正一點 你剛才說的那隻大唐 暫時就比較弱 是嗎 是呀 如果你給我沽 我會沽一隻大唐 大唐 大唐今天跌穿位 好 補充先 一隻九一六 沒有衍生產品 即是衍生工具 要沽空它 對 剛才 刀仔說 譬如三九六八 Good Trade 另外 小鵬 剛才那隻九八六八 就跌成十個百分比 如果你有潑卵 或者有些小鵬 搞定了 肥肥 可以補回一些正創 如果你說 有些正頭正老 一些持股 說真的今天 連基建股也跌了 他說之前全都轉去 一百零零 那些三九一 那些都反過來 剛才一百零零 那些 三九零 那些中國中鐵 都微微跌 好 最後請刀仔說一隻Tesla 先 觀眾朋友就說 Elon Musk 說他可能被人暗策 怎麼辦 求刀仔的心靈雞湯 你給他一碗 看看可否鑽定一點 Tesla 剛才刀仔用了一些篇幅 交給你 我都擔心 其實我都擔心的 你這樣之前都說 我很戰爭那時候 喂 你做駕駛 你派了一堆 那些 starlink 過去 被人喝上網 那你跟普兵 過不去 對不對 那 他平時 他真的擔心 請回多些保鑣 平時不請保鑣 大哥 一個保鑣都不請 哪個 Facebook的創作 Mark Zuckerberg 每年的保安開支 好像是 二千多萬 美金 好像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那 Elon Musk 據報就一元都沒有 那 你 暗殺你的成本很低 真的 那所以 還有 我覺得 Tesla最大風險 其實就是 Elon Musk 的身體健康 還有 他的 安全 那這些就是他的風險 所以我自己都不會說 就是之前 Tesla 那我自己都不會 就是我都會分散去投資 不會只是買 Tesla 因為真的有風險 那 所以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些風險 就是 控制住 但是都是很低機率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 你說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就 你什麼都不能買 其實Tesla 都算是 就是叫做最硬正的那一隻 但是你說 現在是 美股如果是熊市這樣的節奏的話 那 Tesla如果他跌穿這個環行區間 其實他都可以跌到六百多元那些位 甚至乎五百多元那些位 這些都要小心 就算他不是他的安全問題 就是他如果是 繼續去行這個市況的時候 那真的有些股災的情況出現 那他跌穿路很奇怪 跟跌而已 是不是 那你見其他更慘的那些 就是Google Google這麼大間他都可以 他的表現都可以是這樣 真的 真的 其實亞馬遜都養衰 現在頭開始 是 亞馬遜衰 我自己都預計到的 因為 電商這個行業 是2020年之後是炒盡了 那他還行了那麼久 他跌穿這個環行區間 其實 跌回到 可能 Tesla還行區間 可能是三千六到二千八 那 八百 八百元 那他二千八跌回到 那二千元很合理 就是跌回到二千元很合理 但是Google Google 關你什麼事 Google 你為什麼這麼差 我就想不明白 不知道 關他什麼事 然後 你看幾隻重磅的美股 其實Tesla也算是走得比較好 那隻 但是問題 如果真的有什麼流動性風險 有股災級別 那 其實全部都要跌的時候 所以 都是那句 盡量小心 還有做些什麼操作 都盡量使住些 嗯 明白了 那跟刀仔做節目做主 那麼多 下次再跟你聊天 麻煩我們的嘉賓陳刀仔 謝謝 謝謝 再見 最近大家出街消費 不知道有沒有一種 不捨得花錢的感覺呢 尤其是家庭主婦 每天去街市買菜 一定會留意到菜價不斷上升 事實上 香港有超過九成的蔬菜 是來自內地 由於跨境貨車的司機 已經連接受到感染了 跨境貨車司機人手減少 運輸成本就貴一倍 菜價當然會提升 而據蔬菜統營處資料顯示 多款的蔬菜平均批發價 已經攀升至高位 以菜心為例 每公斤就曾經升至29.3 而油麥菜和青白菜 還貴了近一倍 熱門的火鍋菜類 例如西洋菜等等 也貴超過七成 至於菠菜的批發價 一度飆升至37元 較新年初是貴1.7倍 但並非所有蔬菜都處於高位 以市民打邊爐的醉愛 窩想和豆苗為例 價格回落了 在疫情之下 最受影響的一定是火鍋店 所以最近本地餐飲集團最覆流 其下